第23集 最後一節 對不起 我想爆零格斯改 沒有時間 但不要緊 都是好東西 上次已經介紹過少許的Peace Cool 九巴WOW D8L 前衛12mm 其實上次講完後 本身的板件大家見過 究竟組裝出來是怎樣的呢 立即給觀眾看看 登登登登 先用這個鏡頭 軟體真是多可憐 軟體真是我們平時買的成品 成品的金屬車 跟大家再介紹一下 現在大家在看的這一款 就是Peace Cool 出的鐵片模型 108號 其實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貼紙 可以讓你貼上不同的路線 如果你想要其他路線 都是有的 貼紙上 看到其實我轉了一個圈 坦白說 軟體 我覺得真的跟這個真車 不是有很大分別 為什麼呢 除了本身的比例之外 你會看到它裡面的內籠 包括座位 還有車窗 還有本身 巴達通卡機 是呀 都做完 還要連誇張到連扶手 每一個扶手都有 為什麼每一個扶手都有 立即拆開給大家看 好呀 是不是拆開它 拆開 小心 戒手 你不要看它很容易拆開 其實它下面是有一個倒勾的 是可以拆開的 不過我們為了方便 我們先拆開了一個扣 好 給觀眾看看裡面的內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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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不看得到一些 面一點 扶手都有 好爽 大哥 可以讓觀眾看看 車頭的位置 駕駛艘 駕駛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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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艙 駕駛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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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說這輛巴士 其實本身建造駕皮玩具模型 我扣過摩天輪和比薩斜塔 其实不容易,虽然是几块铁点加起来 但有一些弯位,一些细节位扭对角度 再拼凑在一起,都挺拿命的 我不太建议给小朋友玩,因为戒手 我能以为他给一些简单模型砌 可以让铁皮模型砌撞击 即是塑胶的巴士车子就对小朋友玩 我想成人向会比较好 可以关注一下箱里面 里面也有暗花,侧边的窗下全部都有暗花 其一,其实就着装组都可以分享一点 你看到整部车的直线位比较多 不过真的要小心和留意的地方 我觉得有三个地方 第一,车顶的曲位 第二,车尾的曲位 这些位是吗? 是的,还有车顶,还有车胎 因为铁片的模型,直线来说 装组简单,例如座位、楼梯 需要时间扭,不需要特别就着 位置有什么轻重手要分 但如果刚才说的弯位 要逐格逐格,不能扭太厉害 要看回车的真实形状 去调调曲线,这一件事才是最麻烦 所以其实装组来说 我认为熟手的都要三四个小时 是的,因为其实官方就说 如果你是一位新手 你真是第一次尝试接触这些模型车 可能你要预复两天时间 慢慢去摸索一下 刚才德光所说的那些边位 角位慢慢去扭,扭 可能你预复一两天的时间 便可以玩你一个很好玩的 砌模型的乐趣 还有多一句早一点 见到这件东西正好 你想入手的OK 不过你要入手的反而不是这件东西 我建议你入手的钳和夹 这些钱不能省 这次厂方亦会有这个 叫做Peace Crew自己出的 一个尖嘴钳和一个剪钳 方便你做得比较得心应手 当然你不一定要光顾官方 其实你本身在坊间见到一些 更加小好的尖嘴钳 其实是更好用的 我个人意见 但本身真是方便的 你买了这个Kit Set 基本上九成以上的贴片玩具 都完全可以招呼到的 好 再轻轻再说多一点点 因为厂方说他这种金属的 他这种金属的表现 是用了八年时间去研究 才会令到他现在看上去 真的好像一架真车一样 而且你想想它是铁片 它全部是全上色 大家不需要再上色 就看到像刚才那些关爱位 这些都会有齐了颜色 其实那些座位也是有色的 这就是一个他们比较强劲的技术 强劲技术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 其实如果我们拆完出来之后 盒子千万不要丢 这件事重要 没错 有什么事呢 登登登登 基本上可以整组 当为一个很精美的display 当你放一架巴士去里面之后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display盒 好的display盒 就是这样 这个设计还可以 这个设计还可以 对了 这样 大家可能玩完之后 如果你说我又不是很 你知道有时候砌得这么辛苦 是吧 是 你胡亂放又会铺层 是呀 是呀 始终这些是比较 可能有少少粒 就是薄弱一点 如果可能被小朋友撞到 太硬了 太硬了 会弄傷或弄壞 这样的display盒就非常好 没错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哪里入手 应该好像tiny吧 80M巴士专门店 log on也会有的 价钱是215元 标准的 是的215元 还有这个是没有巴士站的 现在整件东西砌出来 就是这个display盒 眼见就是这样 就连一架金属的巴士 嗯 有师兄说我们看上周介绍 真的买了来砌 对吗 蓝蓝架 还说还没砌 买了还没砌 最重要是齐家餐 一来今集就对了 至义士行之道 他问这个老板 他对他人有很疯狂的追求 他真的花了八年时间 他一直追求研究这种 我叫食客片的创作 我看出他有演变 其实他这间公司 我觉得在同齐里面 他是特出一点 因为无论是选材 他们和工程方面 他很精细 我记得德高中有玩过 我是玩另外一些单式的食客片 我玩过摩天伦 玩过菲萨邪塔 那些都四星了 四星就第二级难度 不是 第四级 第四级 第五星 但刚才德哥说的 菲萨邪塔 那些是外国风味一点 原来这间 Peace Crew 他都尽量是主力做一些 比较香港相关的作品 首先就是这个巴士 希望遲些可能 可能只能有其他 香港常见的交通工具 或者一些比较有香港特色的 建筑物 或者有机会 因为他很想 将这个 香港情怀带回来 香港情怀 对了 给大家有一个本土的文化回忆 对了 对了 就是这样了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再见 星期四见 哇 收益 这个盒子 我找到盒子 有一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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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盒子